當然是不少中醫如何對付暗瘡 我們請到Celia上來的陳醫師 是… 其實暗瘡在中醫的病名 就是肺風粉刺 肺風粉刺 肺風粉刺 其實我們肺經有時有熱 會令我們在表皮上生出這些暗瘡 是… 如果我們平時經常情緒壓力大 其實也會在暗瘡的成因之一 通常會先生在我們的左邊臉甲 因為那邊就是肝經行的位置 肝屬於這邊 所以暗瘡在這邊會生得更多 但如果經常捱東西… 右邊 不,經常捱東西的話 下面 對,下面… 如果腎虛了一點 如果腎虛了就會容易有暗瘡在下巴 你剛才提到受一些情緒的影響 不如我們今天幫阿Gee擺一擺脈 看看她的身體健康 為何你最近情緒沒事 有否有情緒問題 我最近很受傷 對 擺一擺脈,我幫你 對,我很害怕 我覺得這個環節有點赤裸 因為醫師會跟你說 你虧了 你先用兩隻手 那為了嘉賓上來也… 也虧的 對,也有些事… 也不虧 我真的虛擲 沒甚麼力氣 那張很弱 是否經常都不睡覺 好像很晚睡 對,很晚睡 所以就沒甚麼力氣了 我知道 因為每個鐘、醫師都是這樣跟我說 醫師,那怎麼辦 通常這件事先調整作式 通常我們睡覺 最好在11時之前睡覺 不可能… 對 你們有嗎 說得好像只有我 但我想問阿Gee 現在她這麼虛弱、這麼虧 有否可以立場勾一勾 幫她倒幾下 幫她倒幾下 好 真的有準備嗎 因為你這件衣服可以在那些洞 直接摔在那裡 對 針夠專用衣服 難怪準備這件衣服 謝謝製作組 我們針在這個竹衫裡的位置 在腳的… 先補一補皮胃 補皮胃?原來你的皮胃不好 好,原來… 另一隻蜜蜜蜜 我想我全都… 全都不好 其實你吃東西不算我吃很少 我吃很多東西 但真的沒有吸收 我不是從小到大嗎 又不是,可能真的最… 即是肥婆嗎 真的… 小學的時候是一個肥妹 來,先吸口氣 是嗎 我很陪你吸,不知道 會有陰一點 酸脆的感覺 因為我… 很冤枉 對,我也針過腳很冤枉 即是不然你有事 你吸口氣 會比較冤枉的感覺 酸脆的感覺 然後這種就是得氣的感覺 就是在驚喜的位置 你就會感受到這種感覺 是好事 你說你很喜歡針狗 對,我很喜歡 我現在覺得很興奮 很興奮 要這麼多久 你接著這個情緒 通常30分鐘都可以 接著… 接著30分鐘 大哥,你千萬不要踢到我 我怕你會刺傷 你會拍下去 你保持這個動作,你先刺住 我們先說暗瘡的話 不好意思 你保持這個興奮的程序 經常覺得熱氣 暗瘡一定跟熱氣有關 年輕時就喝涼茶 清熱,不會生暗瘡 是否中醫角度來說 真的跟清熱有關係 其實清熱也不是正確的 但如果經常痔瘡的人 只用一口的清熱 更加會令暗瘡爆發得更加厲害 對… 中醫的角度,最好根治暗瘡的方法 其實是吃中藥還是針灸 兩種都有好處 中藥和針灸其實都可以有內在的條理 但針灸有另一個好處 就是針對性 有時候你有一粒暗瘡是特別強勁的 我們會有遺痴的方法 遺痴?我應該要早點認識你 好,過了遺痴 甚麼是遺痴 遺痴的暗瘡 對,遺痴 遺痴 讓它快點消炎 如果有暗瘡癮 可以令暗瘡癮快點增生 即膠原蛋白就快點康復 謝謝Celia 繼續阿G再針一會,是嗎 我覺得它冤枉後 我真的感覺到好像很有用 這樣就不要拔著吧 當然不要拔著 你戴著這兩支針 繼續做節目 是嗎 噢…